大家好,我是梁格 今天继续来看《冰雪报》的第二集,第四集 上集中,老鲁查到的凶案是老三所为 他先去了格哈特家族的老巢 又偶遇了堪萨斯黑帮的麦克 可谓是现象还生 而他们三方都在寻找老三 那么谁能先查到艾德夫妇的头上呢 1951年,当时还年轻的老爷子奥托 带着年幼的多德去和敌对帮派谈判 奥托的话语中尽显卑卑 他来这里不是复仇,只求有一席之地 可敌人要赶尽杀绝 还嘲讽老爷子,宋子也带着儿子,简直愚蠢 老爷子波澜不禁地说,他得学学什么叫男人 敌人还想嘲笑,却被一把匕首直插后脑,当场逼命 老爷子也迅速出手,干掉了小喽喽 而出手的正是年幼的多德 他从小就是干这行的料 时间回到现在,老大问查理,让他想干什么 查理说,可能做个律师吧 但那是他父亲希望的 而他希望做自己的事,参与家族生意 像大爷一样大杀四方 老大笑了,大侄子眼光没保兵 就是这手有点问题 一只手怎么装弹架,怎么杀人啊 说这话,查理就不服气了 大爷,你停车,我装给你看看 接着,查理便下车 给大爷表演了一个单手装弹 旁边的多德,看得是一愣一愣的 一脸的欣慰 不愧是格哈特家族的种 走,大爷带你刷点经验 多德带着查理,来到了一家餐厅 二话不说,就用电关放到了两名 康萨斯黑帮的小弟 抓住对方,让查理上手 老卢这边,旗子的病情恶化 医生无能为力 但有个新药的测试,也许有点用 因为是新药测试,他们需要参照组 所以领到的药,也许是真的 也许是个糖丸 这完全就是随机的 医生也不能保证领到的药是真是假 可这是现在唯一的希望 老卢夫妻只能同意 汉奇为了寻找老三 来到了案发的餐厅 一地外外都走了一遍 最后在马路上找到了车灯的碎片 不得不说,汉奇的调查能力太强了 这时,天空突然再次出现了UFO 汉奇抬眼望去 眨眼的功夫,UFO再次消失 然而汉奇一看怀表已经9点多 而他进入餐厅时才7点多 看似一眨眼的功夫 已经过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也许老三也是在UFO的影响下才会被撞 接着,汉奇有摸到了修车厂 看到了艾德放到这里维修的车子 用碎片对面了车头的车灯后 分毫不差 汉奇有在车座上发现了没有清理干净的血迹 心下了然,就是他了 便问修车小哥这是谁的车 小哥还没有意识到问题 直接说出了艾德 但也马上反应了过来 他不能随便透露客户信息 汉奇这时掏出了刀子 小哥马上说自己可是越战老兵 外号疯狗 说起这个,汉奇这个真正的越战老兵 来了兴趣 问修车小哥 你怀疑那里的地道 潮池,闷热和各种各样的虫子吗 小哥被吓坏了 好在,那个喜欢阴谋论的律师 及时出现亮出了武器 汉奇的目的达到 便不再纠缠 顺势离开了此地 而两人也把情况及时通知了警察 老卢和汉克 仔细查看了艾德的车子 果然有些奇怪 车头位置不像是撞了树 刀像是撞到了人 老卢的妻子推测 凶手出了车祸 而这辆车就完美复合 而且车损这么严重 佩奇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 至于车尾被撞的痕迹 佩奇说是撞到了车户的门 可小哥在保险杠里发现了木屑 很明显艾德夫妇在说谎 老卢想起了那天半夜 艾德在肉店的怪异举动 他推测 撞到凶手的应该就是艾德夫妇 艾德夫妇则是还忙着造人 对即将到来的危险还一无所知 艾德为造人努力 而佩奇则一直偷吃避孕药 艾德的努力一直都是白费劲 佩奇说起了培训费的事 可他们的钱只够盘下肉店 艾德便异口否决 肉店是他们的未来 培训的事可以等下次机会 可佩奇实在不想错过 然而涉及到肉店 艾德即使是冲气狂魔也毫不退让 然而当艾德见到老板时 老板却说艾德给的支票根本对付不了 而且还有另一个买家要盘下肉店 出家比艾德还高 要不是看在艾德是老员工的份上 他早就盘出去了 他给了艾德三天时间 如果搞不到钱 他就把肉店卖给别人 艾德想起了培训的事 急忙去找了佩奇 果然是佩奇把钱给取走了 艾德想让佩奇把钱给要回来 要不然肉店撑别人的了 肉店可是他们的未来 不比那个培训重要吗 艾德说对了 在佩奇的心里确实没有培训重要 不过佩奇没有说出来 就在两人争论时 汉奇已经盯上了他们 佩奇想把500美元的培训费要回来 先让艾德盘下注点 不然艾德要疯 女老板马上开始和佩奇洗脑 作为一个美丽坚强的女性 没有那个男人能指挥你 况且我一个月开你600美元 钱都是你自己挣的 把500参加培训 夺马 不夺 这让佩奇又有了动摇 格哈特家族和堪萨斯黑榜 开始了第一次正式谈判 格马没有同意全部收购 其中了新的解决方案 他们付给堪萨斯100万美元 和20%的势力范围 格哈特家族 依旧保留其他生意的所有权 但会和公司共同经营 格马告诉卷发鼠 别以为她是个老女人 就转弱客气 她让步并不是害怕 而是不想战争 要是她丈夫来 恐怕卷发鼠早已是一具尸体了 卷发鼠也知道 格马提的条件不错 但如果交易达成 格马能让儿子们接受吗 他旁边的两名小弟 快乐地吃着面包 就被多德给揍了 要是公司的人动手 卷发鼠会砍掉他的一只手 而对于多德 格马最多训斥一下 这就是家族管理的致命缺点 卷发鼠话还没有说完 多德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 把卷发鼠这边骂了个遍 仿佛是在给卷发鼠的观点证明一样 这样格马非常被动 马上让人把多德给带了出去 与此同时 小金深入敌后 呃不对 应该是被敌人深入 没错 他背叛了家族 和敌人迈克搞伤了 上集 他又被多德暴打后 压垮了他的心理防线 走上了极端 小金的目的很简单 搞死亲爹 他以为这样 以后就能无拘无束 但这无疑是鱼虎谋皮 看得出来 他是多德轻生的 遗传了鲁莽无脑 而对于迈克来说 则是意外收获 从小金嘴里 得知老爷子去看病的消息后 马上开始了行动 迈克把老爷子的手下 全部干掉 一番嘲讽后 把瘫痪的老爷子 扔到了停车场 这就是以打代谈 波士格玛尽快同意收购 而现场的谈判也有了结果 公司不同意格玛的方案 他们要是就得吃下全部 而且公司还把价格压低了200万 他给格玛一晚上的时间考虑 如果不同意无条件收购 那么公司会让格哈特家族 从世界上彻底消失 另一边 汉七已经潜入了艾德家中 闻立下车库地板抬头看见了新结计 随后又在壁炉的灰烬里找到了家族徽章 这下汉七确定无疑 老三可能已经死在了艾德夫妇的手中 这时 踩到艾德夫妇有问题的老卢也找了过来 汉七从后门从容离开 老卢则一直在门外 等到艾德夫妇回家 警门就问起了车的事 俩人还是谎成撞到了树上 老卢也不动圈子了 他们撞到的那个人叫赖伊格哈特 是格哈特家族的小儿子 他们的人已经找到了这里 如果两人现在实话实错 还能补救 否则将是死路一条 黑帮可不像自己这么好说话 艾德进门时就看见了壁炉被人打开过 现在听到了老卢的话 已经信了八分 刚想要说出真相 怀有侥幸的佩吉 急忙打断 艾德也只能作罢 老卢在没有实质性政绩的情况下 无法保护性拘捕 无可奈何 他能做的就提醒佩吉 锁好门窗 格哈特家族这边谈判失败 夺得靠在格马的肩上撒娇认错 而对这个 一直和自己唱饭吊的儿子 他又能怎么样呢 回家后 格马抱着被羞辱的老爷子 心力焦脆 他做了最后的决定 开战 本期中 黑帮谈判破裂 他们的争斗将会进入白热化 而艾德夫妇 也错过了老卢给的机会 他们还能暗战无恙吗 好了 别忘了点赞 订阅 关注 下集再见 Goodbye